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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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场了 大家坚持一会儿 玩手机不要玩出声音来 然后睡觉不要打呼就行 在这样一个让人心生敬畏的地方 讲这么大的一个话题 我也其实挺惶恐 我曾经在中国和美国都做过小学校 在中国和美国都做过大学老师 我管过幼儿园也带过研究生 我在中国最贵的一所国际学校做校董 我也在中国最便宜的一所全免费的农民工子弟职业学校做一线教训 这些不寻常的经历 曾让我一度自大到认为自己是中国最懂教育的那个人 直到两年半前 我离开了我最后一任校长的岗位 开始了一场教育的长征和探索 因为我发现当我们在聊教育的时候 我们必须有一个15年的提前量 我们不能看当下的KPI 我们要是看15年20年以后 我们的学生是否因为我们的帮忙 而更从容地面对这个世界 所以在过去的两年半里 我拜访了全世界十几所学校的三百多 十几个国家的三百多所学校 我不敢说我找到了答案 但是我印证了一个 我当时在运营学校的时候 是有的恐慌 就是未来以来 而我们没有准备好 所以我想先花一点时间 带我们去未来 放下你们现在心中想的 对孩子教育问题的焦虑 我们看一看 在我们埋头刷题的时候 未来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 2017年 AlphaGo机器人 打败了人类最棒的围棋大师柯杰 这场这个新闻 只引起了几个星期的骚动 大部分人都觉得 机器人能够在几分钟之内 读几万张旗谱 我们输给他就算了 但仅仅在几个月之后 AlphaGo Zero的机器人 打败了AlphaGo 这件事情就让我们细思极恐 因为他学会了学习 他学会了下围棋 所以问题就来了 那下一个将要失去岗位的人 会是谁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 以我父母亲为代表的 蓝领的 重复性的体力劳动者 失去了岗位 但是接下来的二十年里 将会以律师 会计师 甚至医师为代表的一群 精领的白领的 重复性的脑力工作者 将失去工作 有些观众的眼神 露出了狐疑 医生 五年前我做了一场小手术 我的眼睛的激光手术 当时也有一个穿白大褂的人在场 但他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我的眼睛给掰开 那 有人说 艺术家总不会失去工作吧 我曾经也这么想 直到我看了徐斌老师当代的艺术家 徐斌老师的徒弟 他的机器人徒弟 小斌 的作品 我发现 我又自大了 这个叫小斌的机器人 用26个月的时间 研习了全世界286位 艺术顶级大师的作品之后 办了自己的画展 他不但学会了模仿 而且还学会了融合 大师们的风格 创新出新的流派 所以如果你们还没有被 这些例子吓到的话 那我建议你们去读这本书 根据《起点临近》这本书的作者 谷歌未来学家 Cuzwell博士的预测 在2045年 起点来临的时候 当我们进入到超人工 或者说后人工智能时代的时候 机器人就不再是玩现在的坏人游戏 还要开始玩杀人游戏 那回到现实 伴随着工业革命 出现的当代的教育模式 一百年之后 没有发生任何本质的变化 我们还是用那一套方法 在同一间教室 同一个时间 面对50个完全不一样的孩子 教同一种东西 用同一种方法 最后还用同一张考卷去考他们 这件事情似乎听上去有点不合时宜 读懂了我这张佩图 放羊娃的故事的人 应该能猜到 我还没有打出来的那几行字 好个好分数 上个好中学 进个好大学 找份好工作 买个大房子 好个好老婆 生个好孩子 最后送他去个好学校 一些可能有实力的家庭 努力地把孩子送去了国外 误以为逃过了高考这场 残酷的竞争之后 就获得了诺亚方舟的船票 但从比尔盖茨先生 2017年发布的这个数据来看 近50%的美国大学生 在六年之内没有拿到学历 就选择离开校园 背后的逻辑和理由是什么 今天没有时间互动 我就说答案了 第一 读不起了 平均每年五万美金的学费 让中产机器都已经捉襟见肘 中国的大学生可能还好 因为学费都是父母出的 还挺高兴 还要白酒庆贺呢 但是在美国有将近40%的学生 是自己去银行贷款去读书的 学生贷款是美国排名第一的债务 而且很多是坏账 是还不出来的 虽然是无息贷款 第二个原因 大学里的老师 他们20年的背课笔记 都没有更新过 他们教的东西真的有用 我们上过大学的这些人 你们当年学的东西有用 而且第三条 就是那些他们花了很多钱 走了很远的路 却上了那些课 教的东西 其实网上大部分都有了 比放牙娃的故事 更好笑或者更不好笑的 比上不上大学 上不上美国大学 更让人细思极恐的 是我们现在用 达尔文曾经用来形容 动物们的演化规律的 丛林法则 在搞教育这件事情 那我们可能就要做好 培养出一群 禽兽不如的人的思想准备 所以我这两年的演讲中 都会有这样一句话 整个教育系统迭代的时候 快要来 什么叫系统迭代 当大哥大变成了 诺基亚手机的时候 那只是产品升级 但是当智能触屏手机出现的时候 诺基亚 这个手机大鳄几个月间 就消失一击了 那些曾经为诺基亚日进 陡经的流水线 瞬间变成了一堆废体 所以中国人不太愿意用 变革这个词 因为它带着血腥味 所以今天我用了一个 相对温和的词 但是这个貌似温和的词 到底是什么意思 变革还有可能成功 还有可能失败 但是进化的意思是 当海水涌来的时候 你的前肢还没有变成 一对会游泳的棋 你就会死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当我们还在 埋头做题的时候 全世界的学校 正在发生了哪些进化 去应对这些变化 这时候叫Hitech High的中学 用18年的时间 向世人证明了一件事情 用项目制学习方式 培养的学生 不但比应试教育 培养的学生更棒 而且更有软实力 这所用抽签的方式 来决定录取 不录取的学校 平民学校 把98%的毕业生 都送去了大学 举着我这本书的 Ted Dinter Smith先生 他把这部 他把这个高中的故事 拍成一部纪录片 早上曾庭老师也提到了 就是 Most Likely to Succeed 这部纪录片 我觉得你们应该 可以去看一下 我更崇拜这位老先生的 另外一点 就是他不光是拍这部纪录片 他还是在 70多岁高龄的时候 用九个月时间 拜访了美国五十个州 的几百所学校 做了近千场演讲 去探讨美国的教育 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的未来的学校 可能是什么样子 一百五十年的 中小学教育体制 是这样子 那有五六百年历史的 大学教育 是会更好吗 所以 以Minerva University 为代表的一群 线上的大学 正在颠覆着美国的教育 他们在全世界的 七个主要城市 建了七个校区 让大学生这四年 不需要被困在 一间校园里面 从二十年 没有更新过的教案里面 学到那些过时的知识 而是用 生活在这七个国家 的生活体验 来学会 这个世界 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们每个人 在这个世界中 扮演着什么角色 我在美国 做校长的学校 半岛国际学校的 毕业生 Jeremy Rossman先生 辍学 在Stanford大学 辍学之后 办了一所叫 Make School的学校 他用Stanford 两二分之一的时间 两年的时间 用Stanford 十分之一的学费 而且是工作以后 才要交的学费 去培养 计算机人才 他这种 做中学的教学方式 让他的毕业生 在毕业之前 就被硅谷的 IT公司 抢着 录用了 这有说明什么 这座坐落在 巴厘岛的 很环保的学校 有一个名字叫 The Green School 名字也很环保 这个学校里面 没有任何的 所谓的化学科 物理科 全校的师生 只关心一件事情 Sustainability 所有的课程 所有的课程的结果 都直接服务于 可持续发展 这一个主题 仅此而已 EHL是全世界 最棒的酒店管理学校 他们的学生 只有 他们只有一个专业 所有的学生 上同一套课程 就是酒店管理 97%的学生 都能够就业 但是只有47%的学生 从事了酒店管理行业 出了什么问题 他的总校长 告诉我 他的秘诀 我们的学生 只学两件事情 第一 如何与人相处 第二 如何解决 现实中的实际问题 学到这两样事情 你做什么事情 都得心应手 我们现在全民都在学芬兰 芬兰教育确实有很多 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但我今天只想强调一点 就是当每一个芬兰人 出生的时候 他不觉得 这一辈子 一定要上大学 这就叫 可持续 这就叫个性化发展 不是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我们又爱又恨的 敬临日本 最近有一所学校 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他叫 N high N高中 三年的时间 他招了八千个学生 我们明白教育 应该值得振奋的一件事情 我问了这位先生 在我右边的这位是日本的前教育部副部长 山中生一先生 你的秘诀又是什么 他说 在日本 我们的高中生 无论父母是否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 都选择不去上高中 所以为了这些学生 我办了这所高中 我用他们习惯的 喜欢的方式去学习 所以在这所学校里面 所有的学生都用手机上课 老师跟孩子们一起玩游戏 通过游戏化学习的方式 让这些曾经的王颖少年 重新回来学习 那以上这些学校各有特长 他们的做法 不一定都能够被我们借鉴到 但是教育 整个教育体制进化 是有规律可循的 我用七句话来 笼统地介绍一下 这个我自己的观察 我们现在都知道 不用去shopping center 购物中心也一样 可以买东西 对吗 我们的手机就是我们的购物中心 同样道理 不是只有去学校 这个所谓的学习中心 才可以学习 只要你碰巧有一部手机 而且你真的想要学什么的话 已经没有什么人可以阻挡你了 木课课程这个词 我们听了很多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Massive Online Open Course 海量的 线上的 免费的课程 所以课程这个概念已经被迭代了 之前我们认为老师的教案的总和是课程 而更先进的对课程的理解是 所有大人小孩共同的学习体验的 整个总和就是课程 我们还习惯着老师讲学生听 狠狠背好好考的这样的一种 简单粗暴的学习方式 我们也确实 我们也已经知道 这样的纯粹是考记忆力的 纸笔考试 已经不足以去为我们筛选出 社会需要的人才 清华大学每年如果招五百人 有五千个人报名 前一千人的平均分都是一样的时候 我们已经失去了评价标准 水涨船高 我们的学生学得越来越苦 体越来越难 难出天际外 但还是找不到我们想要的人才 企业可以救手就用的人才 所以以项目制学习 跨学科学习的这样的新的学习模式 正在颠覆着改变着我们的校园 学生的学习方式变了 学生的学习工具变了 但如果我们老师还不变的话 那我们老师可能就有可能是下一个被潮水淹没淘汰的那个物种 因为有一句话我自己编的 无论你教与不教 知识就在那里 不增不减 那很多人又会来说 钱博士你说了一大堆很fancy很花俏的各种教育创新 但最后我们的孩子还不都得考试呀 谁给你这样的自信说这件事情是永恒的 咱们国家有一个好处 是自上而下 哪一天游戏规则变了的时候 你再变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所以无论是中国的新高考 还是美国的MTC 都正在吹响以标准化成绩 论英雄的时代的终结的号角 所以160年的英国寄宿贵族学校 就是我做校董的学校 今年退出了英国高中的排名 美国的芝加哥大学 今年率先喊出了 在录取过程中不看任何标准化考试成绩 这都在说明问题 在中国以一土学校 探阅学院 昆山杜克大学为代表的一群 有胆识的学校正在颠覆 以前的以知识 以格物知知为学习方式的教学模式 用软实力 用核心素养来做起点 重新设计我们的课程 重新设计我们的评价标准 因为我们知道将来面对社会 不光是求学 不光是就业 甚至包括择偶 都离不开的那些软实力 我们现在中小学 大学都没有再培养 学历时代 真的快要结束了 我 我算是一个中国教育体制的受益者 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他们觉得我没有资格去批评中国的教育 但我恰恰是因为有这样的资格 我曾经以学习者和教育者的身份 亲历了中国和美国的全段的教育 学校教育体系 我才有今天这样的机会告诉你们 因为我读过了博士 所以我告诉你们 博士不读也罢 学历跟货币一样 它会通货膨胀 在上海的人民公园 就是那些相亲缴的那些家长们举的牌子 有40%的人是有硕士学历的 那些找不到老婆找不到老公的人 这就叫学历通胀 学历越高越难娶越难嫁 所以以开放徽章和威证书为代表的那些 短时间短投入 做中学的这种新的学习方式 正在改变着这个社会的架构 和我们学习的方式 我确实是一部很精良的学历收割机 读了我的书 看了知道我的人都知道 我有一堆学历 我举一个例子 去年哈佛大学请我去做演讲 那年我飞了三次美国 真的腰疼得不行 我说我不去了 我推荐一个人去 就是这个站在中间穿着白T恤的年轻人 探院学院的创始人 97年生人 虽然读过高中 但是他的国际部没有给他颁学历 所以他是一个初中学历的授予 那个持有者 但是哈佛二话没说就说好吧 让Jason来吧 你不用来了 搞得我很没面子 也不跟我稍微客气一下 说明什么 说明用学历 用你所谓的那些光环 来换取麦克风的时代 到此结束了 学历 年纪 年纪 都不重要 你真的有东西 可以分享 值得分享 才重要 谁规定高中以后 一定要上大学 谁规定高中以后 一定要马上上大学 在中国还是稀罕物 再是在欧洲盛行了几十年的 gap year 间歇年 高中生毕业以后 先不去上大学 先花一年的时间 用最少的钱 去周游世界 去看看这个世界 到底是什么样子 再想一想 我能够为这个世界 做些什么 难道不是一个 更明智的决定 我们当年 拿着那么厚的 专业的 选择的那个本 让你十八岁 十七岁的时候 选择你下班辈子 要做的事情 岂不是很荒谬的事情 尤其是 二十年后的工作 现在还没有 被发明出来 四年本科 三年硕士 五到七年的博士 十四年的光阴 这个世界 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在座的 谁能够预料 这么大的时间投入 和金钱投入 真的值得吗 我刚才 中间休息的时候 多少人 认真地看了 这部演讲 举一下 只有几个人 我看了 所以我有点点失望 有点点生气 我甚至差点我要走了 我想讲 因为这是全世界排名第一的 最棒的演讲者 Ted 就是这个Ted 排名第一的演讲者 在这边演讲 你们既然没有人去听他 那你们要听我干嘛 我这样的东西 更加不接地气 更加跟你们的生活 毫无关系 更加不能给你们知道 你们的择校的标准 但是Ted 我刚翻译完 我刚翻译完 Ken Robinson爵士 教育创新五部曲的最后一部 收官之作 You, Your Child and the School 它里面有一句话 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搞混了 上学 学习 和教育 这三个词 的逻辑 和定义 我们误以为 靠一部义务教育法 就可以保障 每个孩子 受教育的权利 但很多孩子 恰恰在上学的过程中 失去了 对学习的兴趣 这件事情 实在是太荒谬了 在这两年半里面 我不光去拜访了 全世界科技 最领先的国家 以色列、美国 我也不光去拜访了 那些教育 最创新 最大胆的学校 我也去了一些 很特殊的学校 比如这所在 尼泊尔的沙米学校 十八个小罗汉 我跟他们在一起 一周 师傅出去 云游的时候 他们能够保证 一周七天四点 半起床 每天保持冥想 不少于三个小时的学习 比如说这所在 肯尼亚的 平民窟里的 芭蕾学校 在一个 艾滋病感染率 高达百分之五十 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四十 的这个平民窟里 这些孩子 却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 这是我家的满多的 孤儿学校 这些从来没有被好好爱过的孩子 却比任何人都有感恩之心 这是在中国的职业学校 也就是我教课的百年职业学校 这群家庭不健全 家庭极度贫困的学生 却比任何人更懂得珍惜 更懂得对知识的渴望 他们有比常人更多的同理心 他们的眼睛中至少闪着那些 我在应试学校 那些名校的学生里面 眼睛里看不见的光芒 和他们这个年龄 该有的天真烂漫 所以 在这些学校里面 我又发现一个 很特殊的情况 他们有一些共性 我们稍微总结一下 这些孩子 没有做不完的作业 这些孩子 没有上不完的课后补习班 这些孩子 从来没有想过 要参加高考这件事情 最关键的是 这些孩子 这些学校 家长不来捣乱 因为现在教育创新的前路上 最大的一个阻力 就来自于那些荣誉满强 用学生的出息 来标榜自己成就的名校 那些校长们 和那些学霸 以及学霸的家长们 那些游戏规律的 既得利益者 恰恰是那些 家庭不健全的孩子们 爆发出的创造力 和没有被格式化 没有被修剪掉的创造力 和求学的热情 让我看到了希望 所以 我今天最后的一个趋势 它还不是一个真正的趋势 它更像是我的一种愿望 和一种呐喊 我希望我们的学校 我们的教育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能够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第一层 这是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 在中产阶级的家长们 努力地拼爹 拼实力 拼人脉 拼资源 去把孩子送去最贵 最好的学校的同时 却忘记了教育的初衷 而中国的六千万的留守儿童 三千多万的流动儿童 将近一亿的孩子 却被这个整个社会 忽略和忘却 所以 如果我们真的要实现 教育 应该带给我们人类的 文明 平等 我们应该 多关心一下 这些 被遗忘的少年 它的第二层意思 更重要 我能够得出 这么乐观的一个结论 我们在教育创新 探索的过程中 说不定一步小心 还把教育公平改还实现了 这样的乐观的结论 是因为最近 我遇到的一群年轻人 一群90后 95后 甚至00后的少年们 他们提前结束了 或者放弃了 对所谓的成功的追逐 他们不在意 进名校 挣大钱 做大官 以唯一的评价 成功的标准 他们也见到了世界的黑暗 却仍然对他深爱不止 他们看见了不公和不幸的人 他们选择伸出他们的双手 他们带给我力量 所以 最后我想用这句话来总结我的演讲 是甘地先生说的 在这个可能是最糟糕 也可能是最好的时代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担负我们自己的责任 当雪风来临的时候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所以作为家长也好 作为教育工作者也好 我们停止抱怨 停止纵容 停止火上交友 停止助纣为虐 我们一起 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成为你希望看见的改变 谢谢